哈囉大家好 我剛從日本自由行回來 那這次去了日本終於做到了夢寐以求的新幹線 所以這邊這個影片是想要分享一下東海道新幹線的搭乘體驗以及如何購票 那這次自由行去日本我們一行四個人是去了關西旅遊 前面四間的住宿是住在京都後面則是在大阪 於是在旅程的第五天也就是要從京都到大阪的那一天呢 我就跟女友選擇做了東海道新幹線啦 雖然短短13分鐘的車程就花了一個人1440的日幣 那1440日幣大概是什麼概念 以當天的匯率來說是大概新台幣400元左右 台灣高鐵已經可以從台北做到苗栗了 距離卻是京都到新大阪的2.3倍左右 也因為新幹線沒有直達到大阪車站 我們還額外花了很多的心力從新幹線所提供的新大阪站轉成 不過對於一個不專業的鐵道名來說 這算是相當滿足的體驗 對於一個外國人來說呢 在泱泱的鐵路大國 鐵路公司充斥 車站巨大複雜 月台書連又超級多 無論從購票找月台找車廂呢 其實都是我自己來的 我也挺佩服自己的 但去日本之前就有先做了一番研究啦 所以當天所有的流程真的都沒有問帳文 今天呢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新幹線是如何購票的 那底下所有的內容都是屬於個人的情況 僅供參考而已 由於我個人的日文的程度幾乎只在 大家的日本語第五課左右 再加上怕自己講英文 帳文員聽我講英文 會形成溝通的障礙 所以呢最後決定用自動收票機購票啦 當時呢在京都車站內的 Midonino券賣機購票 那它是一個可以販售新幹線 特級列車的指定席 以及自由席的車票地方 這邊補充說明一下 在日本呢 比較快的列車像是新幹線 特級列車等 除了購買乘車券 也就是基本的車資以外 另外購買特級券 也就是停站少速度快的服務費用喔 因此有一些時候新幹線的票會有兩張 像是這樣 而我買的車票呢 則是直接將乘車券 以及特級券合在一起的 所以只有一張喔 而自動收票機的操作流程呢 就是先選定指定席或是自由席 我的話是購買自由席 接著選擇新幹線自由席 然後系統會預設 從你當時人所在的車站作為啟程站 那當然你也可以點擊左下角 選擇其他車站作為啟程站 而我是從京都車站出發沒有錯 所以直接選擇即可 再來就是選擇目的地的車站囉 我要去的是新大阪車站 它是屬於東海道新幹線的範疇 在確認所搭乘區間沒有問題之後 也可以選擇單程票或是來回票 那非常可惜我只能搭乘一次 就是單程票到新大阪 最後就是付款取票啦 這個機器操作起來非常的快速 錢一放進去 車票跟找鈴很快就會同時出來 相較於台灣高鐵的販票機 實在是好太多啦 買完票以後就可以開開心心的去月台坐車囉 不過會先經過非常長的閘門 把票放進去之後 車票會在遠方冒出來 記得要取走 月台方面呢 我們是第13、14月台 往新大阪國多的方向 而另外一邊就是 名古無東京方面的11、12月台喔 因為想要在月台上拍新幹線進出站 所以特別請女友 讓我先看個兩三班的列車道站 再發理 你滿足我那旁人看不懂我的鐵道情緩 那影片就如以下 不覺得非常有震撼力嗎? 好啊 好啊 有點有素才可以 好大喔 好大喔 真的 他們好長喔 16個節耶 好快 好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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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行李直接載一個座位喔 那即便在列車上的時間非常的短暫 我還是很喜歡本次的乘車體驗 相似的內裝讓我有種回到家鄉的安心感 車內廣播的日語 以及跑馬燈顯示的日文 讓不專業鐵道迷特別的悸動 窗外飛視的不同景色 至今仍然有轉步真實的感覺 天啊 我真的搭上日本的新幹線列車 有朝一日我還想從北海道一路乘坐新幹線到九州呢 希望這樣的夢想可以早日成真 那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內容囉 如果喜歡這樣子的影片記得幫我點讚訂閱 之後應該會陸陸續續慢慢的發佈一些有趣的內容吧 像是第一次出國如何辦理一切手續等等 那如果影片資訊有錯誤的地方 還請大家多多包含指教囉 那就有緣下支影片見 然後再打開一下 很明顯 然後這個影片見面 一定要OK ola,我們下支影片見 我們下支影片見 他們下支影片見 在下支影片見 請大家下支影片